突围F400防空导弹,F400防空导弹这一次让美国人勃然大怒,此前在土耳其决定采购之际,美国人就直接威胁,如果土耳其采购F400,美国人将不会交付土耳其F35A战斗机。 到目前为止,最先加入联合开发F35战机的十个国家,近土耳其,丹麦没有拿到新战机,不过美国人将北欧的F35训练中心建设在丹麦,这也看得出美国人对F400的态度,就是不惜一切手段阻止这个对美军引伸战机产生致命威胁的防空装备的出手。 F400的确是全球现役性能最佳的针对大气层内飞行目标的远撤防空导弹,拥有强大的雷达和反干扰能力,被认为是美军引伸战斗机F22和F35的致命威胁。 不过,F400目前尚未经过实战检验,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F400防空系统上没有真正发射过一枚拦截导弹,但分析认为, 中国已经采购了多套F400并已交付,正是对F400的性能做了最强的本书。 作为F400防空导弹,印度在2018年5月最终决定采购一套F400防空导弹,价格高达60亿美元, 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愤怒,美国人决定无限期推迟美印首次防长和外长2加2会谈, 这被认为是美国对印度发出的严重警告。 另外,美国人除了推迟2加2会谈,还明确警告印度,如果以一股型采购F400,将会对印度进行制裁, 此事也被分析认为是美国引开战略的重大失败。 今年来,美国人为了拉拢印度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出售先进的NQ-95人机,答应出售整条F16生产线, 甚至愿意出售美军最为先进的福特级航母使用的电磁塔射系统给印度。 目前正在评估在印度出售F35A战机的可能性, 这是很多的美国正牌盟友都不可能享受得到的待遇,美军对印度的拉拢动作不可谓不大, 在印度印度就决定采购F400防空系统,这让美国人勃然大怒,F400成为美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也显示出美艺缺乏成为能够盟友的呼吸基础。 作为F400防空导弹,印度的研究机构曾分析美国人拉拢印度的意图, 就是为了断绝印度同俄伯斯的联系,以及让印度成为对抗其北方邻居的赶死队。 如果印度真的按照美国人的意图行事,如果真的最终成功了, 崛起的印度会不会成为美军枪口下的目标? 印度人当前仅仅对美国人的警告表示了遗憾, 且印度在稍早前也宣布将在今年8月4月对美国产品增加关税, 同欧洲一起成为反美阵营中的一员。 但是一切都有可能,如果美国在加大对印度的军售, 比如说出售法德给印度,或许印度会考虑终止F400的采购订单, 印度人做事向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比如说在前不久声称终止同俄罗斯联合开发了10年的, 再寄宿到50期的项目, 显得那么的草率和激功近利,再言。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6.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